请大家注意了 气象局发布了大雷雨的灾防告警了 新竹市从凌晨3点25分持续的强降雨 食雨量高达了83.5毫米 很多民众陆续的泼出了灾情 被淹水的速度超快给吓到了 甚至有人用世界末日来形容这暴雨狂炸的情形 不但竹北的中正西路淹水到膝盖的高度 在竹北市的凤岗路 武断更是水深及腰 吉祥人员协助淹水受控民众先到竹北派出所来做一个避难 而且还有民众开车进地下道 车子被水淹到整个直接抛锚 只能够坐在车顶等待救援 新竹市府表示说 虽然目前的风雨还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不过特殊的情况是不会紧急就实情来特别的认定 那香榛高中为了维护学生还有家长安学 在今天早上已经宣布停课 也特别提醒新竹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 这雨下着很大 希望大家都平安 一排雨伞刷起来 也希望新竹的朋友们 外天聊天室报个平安 咯